第1、3、2、1 第2小題的話呢 可以投降嗎? 投降 好 可以 米娜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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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射我幹嘛 3D 他基本上是從70開始 然後就75 80 只要他實際告訴你 上面呈現出來的是320 所以他已經知道告訴價錢 這一題跟第二題是剛好相反的 知道我講的相反是什麼意思? 不一樣 不一樣在哪? 這樣你算多少錢? 對對對對 一個是先告訴你 我要問第幾項的 這個是先告訴你,或是知道多少錢 那當然他跳的跳幾次 他其實是一樣的 我知道了 這個還是第一項 這個還是第二項 這個還是第三項 不過我不曉得這個到底是第一項 差別就在這裡而已 所以剛剛的第一題 我讓你對照一下 就是第一項、第二項都有 然後有七十 七十、八十 但是這個我知道是第三十六項 然後要去算 到底這第三十六項的數字是多少? 四五十嗎? 我覺得 不管是左邊的算法或右邊的算法 就是... 就是四喔? 啊? 不會立 不會立的 來,先看這邊 這個的算法就是利用上面製造 對不對? 上面製造,所以你製造他跳表跳了三十五次 三十五怎麼算的 看這邊 三十五怎麼算的 三十六錢 三十六-一 所以跳表跳了三十六次 三十五次 因為你知道他跳了三十五次 他每一次跳五塊錢 每次跳五塊錢跳了三十六次 所以... 三十五吧 亂講 哦 老師不然亂講 亂講 三十五次 所以... 你把它撐起來說是一百七十五元 然後再把一百七十五 加上一開始的七十塊 就會是這個地方 兩百... 兩百四十五 那一個剛好是這個的相反 但是我們可以... 好,我們可以利用的就是什麼呢? 千惡的跑腦 不要 下面知道 來算上面的不適當 對不對? 好啦,注意看囉 你再加一鍵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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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再加一鍵肥 你再加一鍵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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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鍵肥 就是跟這個一樣,只是他剛好倒過了算 利用指導的來算不知道 加速度有消失的方法,我們會選擇 好,我們會選擇 優惠,選擇 通常是要做的 哈哈哈哈 不是用320 你就是 講一下為什麼不是用320 噢靠 你如果直接用320除以5的不錯的喔 哪個字上整個 320要減70對不對 對要先把70扣掉才是跳表 你應該先把基本的 應該先把基本的費用扣掉 然後你才可以算跳表跳進去 49 然後大家就是 計程車都會先有 51 所以不管到哪裡他都會先算70 對對對 好 大家就是51 好 大家就是51 對 剩51 15 15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你要利用 你要利用他從70開始到 跳表跳進去到320 所以你要先把320 扣掉基本價錢才會加1 好 扣掉基本價錢就代表 50 這個250是跳表 加出來的價錢 這個250是跳表的 然後再把250怎麼樣呢 515 515 所以你可以算出50 分起來 50代表的是跳表跳了50次 跳表跳了50次 那下面幾次上面就幾次 所以這個50次上下是一樣的 這是關鍵 上下是一樣的 所以我才可以用下面算上面上面算下面 這兩次跳50次的話 從第一次開始跳了50次 所以這個當然是515 所以你不要去背加1-1 你背加1-1很容易算錯 不是背 你要知道你 不然你只要加1-1就扣掉 就錯掉了 只是因為最後的加1-1就錯掉了這樣 加上你要知道你在算什麼比較好運 所以然後最後再寫答 這一整到底有兩個答案 第一小題的答案是多少 245元 然後第二小題的答案就是 11 250 1 等一下 喔我知道了 等一下我錯 你對 你知道為什麼你對嗎 對 所以你是對的 他不是說幾項 對 來你真的寫50 50次呢請舉手 我一開始寫50 你一開始就寫50的 這些人是厲害的 謝謝 第一次不送 因為他是說次 跟第一次送不送 你可以這樣說啦 51是他的項目 對對 51是他第51項 第51項 他跳表最後跳50次 所以我根本不用上他 我只需要上 到底跳幾次而已 所以這裡輸得很難 唯利那一集的 最後跳50次 好 然後去完成6跟7 公筆 公筆 公筆就是 等筆數列就是公筆 你只要把公筆弄清楚 然後就不斷的乘以 不斷的乘以 不斷的乘以負三 然後才五項 所以 直接算就好了 很快 因為才五項 這題太簡單了吧 第六題才 要你寫到第五項而已 第一項都給你 你就一直乘以負三就好了 所以你要乘幾次 四次就夠了 對不對 所以你只要算四次了 因為他要算到第五項了 你只要算四次了 自己 自己就是一項了 對 你自己就是一項了 從自己開始 那你要到第五項 所以是要算四次就好 所以 對 就可以一次乘以負三了 你只要乘四次 那個二 所以我們二十七分之一 就四次了 來自己算喔 從第一項開始 二十七分之一 開始乘以負三 這樣算也沒有錯啦 那是不是加喔 是乘喔 所以二十七分之一 二十七分之一 就改成乘了 對 就開始做乘滿 對 一十三分之一 就改成乘了 四次 二十七分之一 就改成乘了 四次 二十七分之一 一在乘 這中間 是一部分 好 所以第六題 從一天開始的首項就是1.27 所以這個我們寫A1 然後A2 A3 A4 A5 因為他才問第五項而已 所以就很簡單 你就慢慢這樣 只不過說他們公比是負三 所以你就不當然在什麼 答案正負三 答案正負三 就是一直在乘以負三 答案是負三嗎? 答案是負三嗎? 不對 那不對 為什麼?是三嗎? 3才對 是負三 可是1乘以負三 乘以負三嘛 所以這個乘以負三 1.27乘以負三 首先你會乘以負三 所以這個是負的 為什麼剛才會看到你錯? 就是因為你乘以負的 所以這個答案是負的 然後再乘以負三就會變正負 再乘以負三就會變負的 再乘以負三就會變正負 所以他會以負一聲 以負一聲 所以你跟我講 你跟我講負三就答案是負三 那這個怎麼算呢? 我們來看這邊 27分之1乘以負三 基本上我可以先寫答案是負的 對不對? 因為是這個數字的相反 這個數字的相反所以就負的 然後接下來你就不用管負號了 所以就直接去算27分之1乘以3 那這個3乘到分子區就可以跟27約分了 因為27分之1的1才在做跟別人做運算 而是那個27 27分之1有多大? 重點在上面的那個1不是從下面的27 因為你是27分 然後看你數幾塊 對不對? 所以重點是上面有一塊 對不對? 就是你切27塊 就是把一個東西分27塊之後你只拿一塊 所以你拿的那一個東西在3倍 所以應該是27分之3 然後你再配這個去做約分 那你也可以寫這個答案就好了 那你把它約分的話後面比較好上 所以就313 3927 所以就會負的幾分之1 然後再繼續算 來 自己算 就一直乘以負3 自己算我 要存4次嗎? 對 要存4次 對 要存4次 對 來 自己把每一個字字寫出來 請下來 7 5 4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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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幾千塊 自己慢慢算 看一千塊 你剛剛加了一千塊 你剛剛有寫過 你寫在哪裡 你寫在哪裡 我那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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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剛剛過得一千塊 你都沒寫那種的 可以把寫下來 真好 第六題 真好 OK的去寫第七題 我剩下的那個 變得很好 好 自己把每一個數字算出來 三十六項怎麼算呢 你自己想 你不要給我講話 我教過了 對啊 我要真的跟這個 是一樣的 對啊 一樣 只是它剛好是 第六題的相反問 謝謝 問的方式剛好相反而已 對 對 但是你破話要有寫 我會有零 因為它不是乘以零 它是乘以三 三分之一乘以三 會得到一 消掉之後是剩下一 三分之一的三倍 就是三分之一嘛 對不對 三分之一你拿到 三分之一的一塊而已 然後你拿到三分之一 你拿到三小塊 三小塊 三小塊合起來就是完整的 所以是一 是 你以為要講什麼 是因為一分環變零 好 一分環之後是變得完整的 原來的那個 好吃 好吃 好 嘿 我自己先去問 一問 因為 皮豬 皮豬 摩子 圾 基本上整体不弱 aleration 你可以整体 减得说 一�를担持 一辈子 两辈子 抱歉,이에罄 ثلاث,證明的距離 好,抱歉,也比它更高 好,很久啊,也比它更多 我看來自拍的確有什麼 這是質疑,嚇得很厲害 哈哈哈哈 没关系 下面后面这一个要写什么呢? 因为是等你 所以还要再乘以负三 所以负九分之一乘以负三 那因为你是负数 乘以负数就会变正的 负数再乘以负数会变正的 所以接下来 严格上来讲 你只要算九分之一乘以三就好 那九分之一乘以三就是一个东西 你被切成九分 然后你只拿一个 各自切 然后没有没有没有 不是 不是 注意点点 不要讲话 九分之一 九分之一是你东西被九分嘛 对不对 但是你只拿一块 那你拿到什么 那个东西才会被三倍 重点是你拿了什么嘛 所以他应该是这一个被三倍 所以他会变九分之三倍 因为一块变三倍 然后你再把他约一分的话 就额负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所以这个答案是三分之一 好 三分之一接下来再乘以负三 对不对 三分之一再乘以负三 答案是正的来乘以负的 负的 正的乘以负的 答案是负的 所以我先把负号写好 然后再拿三分之一乘以三 我等下再说 来看这边 三分之一乘以负三 不要讲话 讲话 讲话再乘以负 三分之一乘以负三 三分之一就是一个东西被三分嘛 然后你只拿一块 所以整个一个完整的 一个完整的 你三分之后只拿一块 然后那一块的三倍 那一块的三倍不就刚好就是原来完整吗 一个东西 三分之一的意思是 你把一个完整的东西拿三分 但是你只拿一块 那拿一块之后这个东西你要把它三倍 这一块的三倍 那不就变三块吗 不懂 那变三块之后就是 回来原本的一嘛 所以三分之一的三 一块的三倍 就会变成三 变三小块 三的小块 一块两块三块 所以三没有错 一的三倍就三块 可是它是用三分的情况之下去数的 所以三分的情况之下 你如果数三块 那就是原来完整的 所以这个会是辅一 所以不是零 约分之后 约分之后是一而不是零 然后最后这个再乘以负三 负一再乘以负三呢 真的差一点 负一负 因为它两半上这节快挖扣一点 你再继续做 我再继续扣 规矩一点 你拔蛋就拔蛋 你这边中不动作 负一再乘以负三 负一再乘以负三 所以会得到正三 好 先把这个写好 那如果我要用 比较厉害的像好像 其实跟刚刚是一样的 上面几次 下面就几次 上面几次 下面就几次 上面有几次呢 因为它从一到五 所以它经过几次 一到五经过几次 四次 所以上面是四次 所以下面也是四次 还是一样 跟刚刚的交保一模一样 只是它这一个的每一次都是多少 负三 每一次都是负三 每一次都是负三 所以是负三乘负三乘负三 因为它是在做成板 我有跟你讲 对 所以你可以写说这一个的答案 这一个的答案就是 二十七分之一乘以负三 连续算四次 请你把这个答案写在旁边 不行 因为它翅膀很小 所以你还是要算出来 但是呢 你要知道它可以这样子算 所以这个四是代表四次 中间经过四次 现在负三被算了四次 然后你要知道负三乘负三乘负三乘负三 因为负数乘负数变正的 负数乘负数变正的 所以最后会变正 所以这一个就相当于是 二十七分之一再乘以三的四次方 这一个就是它 那我怎么利用那一个来算呢 去帮我弄准 因为用这个太难 所以二十七分之一我们来乘以三的四次方 你要怎么算 我就不经过这三个四次方 直接算这样子 那你会怎么算 二十七分之一乘以三的四次方 怎么算 直接算 直接算就拿 我就不需要经过那种方法 直接算 那这个怎么算 你可以把它传出来 你可以把它传出来 就是八十一 二十七分之一 二十七分之一 就是 其实你要去观察 这个是不是二十七 二十七是什么 对 然后三的四次方代表的是三 对 所以你就会看到 你就可以得到答案 对 先把这个写下来 因为你要会这样子算 这样子就要很快 就是 你就不需要经过 这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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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直接上去看 比起把上的四次方 写出八十一 你不如把二十七分解 怎么样 通常你们的直觉 会想要把它先算出八十一 先算八十一 有点耗时间 你就要这样三十九九九八十一 但是你变成八十一 就还要这二十七约分 还是不好约 所以其实你分解的方式会比较好算 就是我把它分解的小一点 把它分解 把它分解 然后我们再来约分会比较快 就是节省第七 好 第七题 自己试看看 不用处的处回去吗? 第七题比较难喔 但是想法就跟刚刚一样倒推而已 就是刚刚 第五题的一跟二是倒推 二 对 二是倒推 二十一的倒推 那 那第七题就是 等于是第六题的倒推这样子 倒推不去而已 那这想法是一样的 不是因为它是绳毛 所以就比较稳 好算而已 就是 一期 你应该立即自己把那个 我会写给你看的东西自己洗 我们是很 总是空白在那里 要自己画图啦 会不会像是一样的回事 所以 要先把图画出来 什么叫做画图呢 第七题 首先你应该要至少有写出这个出来 首相 二五六 公比 公比四分之三 所以我知道我过来的时候是乘以四分之三 这个叫做画图 把题目的意思改进出来 好 接下来就是 反正 我说要算他嘛 这个就要乘以他得到这一个后 好 啊 因为不好算我就先不算 因为 乘以四分之三不好算 所以我就不要算 因为 人会偷懒 了解意思吗 你要算你好算的嘛 刚刚如果是加很好加 我就直接加了 可是这个我不想算 因为乘以四分之三有点麻烦 了解了再讲讲数据就不算 所以反正我知道他接下来 这边算出来会一个答案 乘以公比就是答案 对不对 好 以四分之三 然后一直到 一直到81 好 一直到81之后呢 他要问你说 这个到底是第几项 对不对 你应该每一道题目你应该要画图 你不能跟我说你不会 只是把题目写下来而已 然后换句话说这一点 你要利用下面来算上面 所以这里几次 这里就一次 好 但问题是说这里几次是透过乘法 乘法乘法乘法过来的 对不对 了解吗 所以就是256乘乘乘乘乘乘乘 乘乘乘乘乘乘 变81嘛 对不对 换句话说对 所以我才跟你讲说等柄 你就想乘法就好 你不要想除法 可是因为256是乘乘乘乘乘乘 变得太好 对不对 所以你要过来那里 是不是要做厨房 换句话说 那你256 256是乘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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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 最后就变成81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乘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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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 当然就是81除以256 可以吗 所以这个就是81除以256 先写到这里 先写到这里 凌少管可以凑下 如果可以安稳得到下课 分数就可以不用空了 完成上面是1 哪里 那乘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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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一下 乘几次就会有八十一 四次 四次就结束了 所以换句话说 我乘乘乘 就是乘四次 有看到吗 四次 那就代表这里几次 四次 那就代表这个地方是第几个数字 第五 就结束了 那把它写完 然后最后要写哪 那在问什么 我们在回答什么 第几项 然后我们就要说它是第五项 对不对 它不是问次数 它是问第几项 所以你就要问它 它就回答说第五项 写完整 不可以只有写一个数字 要写第五项 这个就是等差跟等比的解析 然后这个是数列 等一下我们还要再列集一下极数的部分 换句话说 你们昨天我只是这样写到第几页 二十二页 二十二页 对不对 你们明天要写到三十二页 有些我已经交过了 其他等比的部分你要自己写 好 那明天整个课本 三十二哦 整个课本要写到三十二页 换句话说 应该你们只有什么追还没写呢 二十三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我数几页就几页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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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数几页都几页 二十五 二十四 二十三 三個數字乘等差 你根本不知道這個上個數字是多少 所以就畫三個框框子 二斜就畫三個框框就對了 然後這三個數字的等差順向當然是這一個 對不對 然後接下來他又說這三個加起來是多少 -4545 我跟你講這一題非常的簡單 如果你知道當初我怎麼教你們 這個就會變得非常的簡單 來 基本上他是等差數量 他是等差數量 所以注意聽喔 所以我用這一個圖示 注意看喔 你還記不記得我們有一個方法去把它切開 這塊是可以幫我摸過來的 所以這個等差中向是不是剛好就是可以變成這三個數 三個會一樣 只要我這樣子切 對不對 換句話說 我先把這三個數看起來一樣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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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只要做什麼字叫 注意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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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到多少 15 你算15非常好 但是你不要忘記他是負 既備做廚房 所以當然是負 既然這個是負十五的話 代表什麼意思呢? 代表 代表中間這個就做負十五的 他只要摸什麼? 他不就結束了嗎? 對 認起來了 真的 來 我再講一次 你們這個圖一定要繪畫 繪畫 繪畫練習 因為它是三個樹嘛 對不對? 它是三個樹 然後因為我可以利用 我可以利用把這個截拍 然後補過來 剛好可以切齊 因為它是基數項 所以中間項就剛好是等差中項 然後切齊之後就大家都一樣 所以我先把它切齊 大家都一樣 大家都是等差中項 所以三個加起來就是負十五 那把它除以三 就是等差中項就結束了 至於前面跟後面數字是多少 你可以算出來嗎? 你覺得可以算嗎? 你只要問我可以跟不可以算嗎? 其實隨便你寫答案都算對 答案寫不完 你怎麼寫都可以? 譬如說 真的十五 對 只要加十五 但是當然你不能忘記 因為這個地方一定要在中間 對 一定要讓它在中間 譬如說 中間一定要負十五才可以喔 所以我寫什麼都可以當答案 譬如說我如果這個地方寫負十四 這個就一定會通常 負十六 對 但是只要這個變 它就會跟著變 知道我在想什麼嗎? 所以這一集的答案 它沒辦法要求你求前面那兩個 它只能夠要求你出現這一個 因為旁邊這兩個的答案寫不完 如果要求你寫這兩個的話 你怎麼寫? 對 只要 不是無解 它寫太多了 因為兩個數的等差中向 要是它的寫不完 譬如說 我們用正數來講你會比較有感覺 這個地方如果是兩個數加假 不要五 簡單一點二就好 太小就不好算 第三齁 好 三就好 在兩個數字裡面點多什麼 一 一 一五 二 二四 三 三 其實還有 四 四 四也可以 一四 對 重負一 拿一起過來 所以像這一點它只能夠考你等差中向 所以方法就是利用平均整理全部 好 還有哪一頁有問題 十八 蛤? 十八 十八啦 我們看十八 十八 十八 十八的喔 好 十八題這個是要你看規律對不對 然後呢 根據它的這個規律 然後要請你用AN來表示 M字型裡面白色的總數 好 那你就一個一個把它寫出來 一個一個寫 然後看看會怎麼樣弄出來 對不對 你要去想說你第一個圖怎麼變到第二個圖 閉上嘴巴 哪裡有問題 沒有 沒有 不是好嗎 沒有 你頭的耶 進步了 是難忘了 是嗎 還是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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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因為需要 需要 需要 它這樣本來是冬瓜 不是 我就說它 它 第二下就不好 要花力氣啊 不花力氣怎麼差 不是啦 這個可以拿好一點的 啊,我急了 我去拉高高 我給他幫... 我給他幫... 他自己告人 我剛剛... 至少比上學習好 上比上學習壞掉 我這邊有用會的 你要再擺放小學 聽到沒有 來,18頁 18頁的白色圖一 圖一 我們就要寫A1這樣比較容易 這樣比較簡單一點 比較好想 來,圖一有幾塊白的 幾塊白的 7塊喔 你怎麼洗 我就洗我了 然後圖二的話 他會增加多少 3塊 增加3塊 等一下喔 圖二會...那個白色 所以其實就是... 當然還是要看啦 但是重點在白色的 請問一下他會怎麼到圖二 我就... 怎麼到圖二 他是不是會先拉寬 拉寬 拉寬是不是會多一塊 多一塊 等一下等一下 你要從圖一到圖二 你要會想問題 都是比較緊 因為他是規律的地方 你就要去找規律 本來是這樣 然後就要圖二的話 他一定要拉寬 對不對 因為他最後...他...他圖二要變這樣 這個要拉寬 對不對 所以他是不是會多一塊 3塊不夠 再多一塊 因為你要找規律喔 然後接下來呢 他這個不是只有兩塊 他還加一塊 這個也是不是只有兩塊 又再加一塊 所以你會... 這兩個一定會多 然後他這裡一定會多 所以每次都會多幾塊? 3塊 每次都會多3塊 我一定都白色 對 每次都會多3塊白色 因為他要算白色 因為你想嘛 他從這裡到這裡 你要看白色的怎麼改變 你要看白色的怎麼改變 他先拉寬 或者是在拉長 隨便你的那個就有拉關拉長 對 他為了要拉關拉長 所以這個一定要加一塊 然後這兩個他會再多一塊 所以這裡會多兩塊 出點會多一塊 所以怎麼多3塊 多3塊的話 這裡會是... 不是 然後這個就會是... 拉 對 那你就有規則了 你有規則的時候 他要你問那個... 胚恩 胚恩 胚恩就是寫成公式 好 寫成公式這裡要怎麼寫呢? 恩 從這裡到這裡 加多少 對阿 這裡是N-1 如果這裡是100 你就100扣1不是嗎? 對不對 你看 如果這裡是多少 反正就是他扣他嘛 對不對 不扣掉1嘛 對不對 所以這裡一樣 也是N-1次 對不對 也是N-1次 只不過就是 這N-1次 每一次都是多少? 3 每一次都是3 所以你要把它稱之3 對不對 走一下 然後一開始是誰? 一開始是7 所以這個加這個 就是這個的檔案 圖跟檔案要寫 然後就這樣子寫檔案 那這樣檔案 不用簡化喔? 呃... 簡化了... 先不用啦 先這樣就好 寫這樣 其實這個寫法比簡化更好 簡化會變3 簡化也可以 你也可以簡化 你也可以簡化 這個就會寫多少呢? 這個要先算對不對? 他這個怎麼算? 我啊 來 沉進去 所以3N-1還是3N-3 3N-3 3N-3 3N-3再加前面的7 所以是 3N-4 3N-4 把這個寫完 我是科幣耶 科幣耶先等一下 請你們先把這個先好好寫好 自己先看懂要寫答案 要寫答要寫答 請習慣 每一題都要寫答 OK的人就看下一個 我們先停在這一題 不急 吃一件三千塊錢 還要寫要寫答 請問 很多幾天都要寫答案 請問 你幾月幾天要寫答案 飛車 先記一天就沒時間 看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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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你做小胆 看你了 看你了 好 你如果要看19月的那一題的話 你就必須要回去看立體器對不對 所以立體器 根據立體器去畫下面那個圖形 你先畫出來給我看 根據體力畫圖給我看 我已經畫了無數的像這樣的圖形 你看 請你把類似這樣的圖畫出來 玩具 何玩具怎麼畫 不用畫玩具 寫數字寫項目就好 我畫圖形 根據題目的意思 畫出類似這樣的圖給我看 根據題目的意思 畫出類似這樣的圖給我看 就這幾畫 對 十九頁 十九頁的題目 你還要再往回看立體器 才要放嗎 對 十九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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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是大部份的 那從多少開始價格? 三百五嗎? 如果我過去,的話,就加上三百五就習慣了 不过你连350都没有写 就代表你第一个都没有看了嘛 所以你应该是先写350 那350就是我一刚开始 3月1号对不对 因为他这一题在讲日情 所以我日情就跟着写一下 3月1号就是我的第一天 然后他从3月2号开始 他从3月2号开始 他就开始做什么事 每天在存55块钱 所以这个就在存55块钱 所以就是加55 然后呢 然后他就说好 他这样这样这样 到几年几月他才可以 到几年几月 几月一起日才可以存购 他想要买3000 不是这个的答案是3000喔 不一定喔 搞不好超多 对 就在这里至少要有3000 因为他买了3000号的玩具 玩具吗 就是大于3000啊 所以反正这个你用了 他说这一个地青皮要不要三千 许多好 我们再讲你 第几次吗 白痴啊 谁跟你讲第几次 第几次就帮你解完了 喔 喔 你好耶 好吧 我讲千 哈哈哈 哈哈哈 好 所以你要画的图就是这一个 然后这个是第一天 这个是第二天 那这个道理会是第几天 然后从这里到这里 所以你要先通过这里来算 因为上面不知道 上面不知道 所以只能从这里算 所以你要怎么算 嗯 三十几 对3000减掉350 3000扣掉350 650 是不是 哈哈哈 哎呀 你叫什么 2650 2650的话呢 一天存多少钱 嗯 所以你要存几次呢 2650要存几次 嗯 嗯 存几次 嗯 什么 存几次 这好像有那么差 他在把事与的结束加起来 所以几次 有整球吗 2 4 5 5 4 4次了 1 1 2 2 6 5 除1 55 放到哪 5 5 10 好像会超过呢 是的 所以是4 所以4 5 2 10 5 2 2 2 所以4 5 然后再换多少 8 放8 放8的话 8 5 4 10 8 5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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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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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48 还不够十块钱 那就是49 对所以要49次才够 那就是3月就要加48 48次还不够 所以要几次 49次 所以这里一定要49次 所以呢代表他是哪一天呢 等一下哦 这是1 正乘客 1 2 所以这个是第几 50 那你看到从31P号开始哦 等一下 因為你是從3月1號開始 然後你要連續要算50天對不對 所以你要先把3月算完 來 3月有多少 31 換句話說 4月幾號 4月 8 要加到 錯 好厲害 初夜選到第7月 32 32 90 噴水 哈哈哈哈 開總 打幾把 來 迪選